在上一回啊,我们讲到了大奸臣严松,严松自为中,成化十六年出生,江西元州府分一人,说起这个人实在是大大的有名,从明代开始,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不停的骂,反复的骂,写的书里骂,编的细里骂,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,明代第一奸臣。 事实上啊,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,他曾经是一个勇敢,正直,坚持原则的人,应该说严松的运气还是不错的,他出生的时候,家里虽然不是很富,却也算个中产阶级,他的父亲曾经多次参加科举,但是都没考上,到了最后,实在是战斗不动了,考不动了,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。 那么老子的未经事业,自然是要儿子来去接着完成的,所以刚出生不久的严松,就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。 要说这个严松幼年的教育,那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,为什么这么说呢?据说呀,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,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。 但是这些还只是小儿科,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,才真正引起了轰动。 什么事情呢? 在这一年,八岁的严松,因为成绩好,作为优秀童生,考入了县学。 这在当时,那可是被称为神童中的神童了。 就这样,严松一直神童了八年,到了红旨八年,也就是1495年的时候,16岁的严松准备参加乡事。 哎,包袱打好了,刚要出发,结果呢? 出事了,家里头出事了,父亲去世了。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。 一般呀,到这种时候,都会有固定版本,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,说些什么不要悲伤,要正常发挥水平,告慰先人之类的话。 然后呢,主人公擦干眼泪,抬头望天,握拳做苦大愁身状,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。 严松的情况,大致差不多。 可是啊,只有一点不同,他没有去考试,不是他因为悲痛过度,不想考试,而是因为不能考。 根据明代的规定,凡是死了爹的,要在家守治三年。 哎,国家政策那是没有办法违反的,严松只好在家,等了三年。 三年之后,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报复,前往南昌,一举重地是金榜提名。 哎呦,严松的这个相视成绩很好啊,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事,他本人十分自信。 可是事实证明,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是不灵的,考试成绩出了以后,明落孙山的严松叹着气走了回头路。 不要紧,下一次一定能考上。 那么过了三年,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。 几天之后,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,又回家了,哎,这神童也好,天才也罢,考不上,就是考不上,说什么也没用。 失望的严松并没有放弃,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,于是他又去考了第三次。 这一次,他不再有任何幻想,考上就好,只要考上就可以了。 但是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,是个善意的玩笑,老天爷可能觉得严松先生才学深厚吧,非要消遣他一下。 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,严松意外的得知了自己第三次的考试成绩。 什么成绩啊?二甲第二名。 咱们说明一下,这个一甲只有三个人,叫做状元、榜眼、叹化。 所以呢,二甲的第二,那就是全国第五名啊,这个成绩实在是太好了。 严松惊讶之余,大喜过望,在他看来,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。 在正德元年,也就是1506年,严松被选为了汉林,成为了一名数级士。 这一年,他27岁,可以说是年少高才,前途远大而光明,光明时间合计三年。 在正德四年,严松又迎来了一个噩耗,他的母亲去世了。 哎呀,这个严松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,在父亲去世之后,母亲含辛如苦的抚养他,供他读书考试。 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呀,现在自己高中了,做了官了,可母亲却去世了,这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。 但凡是个人,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悲伤。 但是严松呢,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了,他是日夜痛苦,伤心过度,差点把命给赔上。 经过紧急抢救,他活了过来,哎,这还不算完,悲痛之极的严松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,他要辞官回家隐居去。 哎呀,这也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决定啊,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,放弃荣华富贵,避开俗世红尘,只为纪念自己没有能够报温的母亲。 可以说,三十岁的严松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 严松回到了老家隐居,但是国家并没有忘记他,朝廷曾经多次下旨,希望他回到朝中为国效力。 可是啊,严松都拒绝了,但是说他已经过了首之期了啊,超过三年了,可以入朝为官,他为什么不去呢? 哎,有另外一个理由,严松说,奸人当道,在下不堪与之为伍。 他说的这个奸人呢,就是当时红的发紫的乾陵和江宾。 严松有着他自己的骨气,宁可不当官,也绝不和小人同流合污。 哎,当时的严松那是一个正直的人。 但是隐居十年之后,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请,再次出山为官。 并不是严松出尔反尔啊,只是因为这个人,他没有办法拒绝。 这人是谁啊? 就是我们提到的老朋友,当时的内阁首府杨廷和。 在严松看来,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。 那么在杨廷和看来,严松是难得的人才。 更为重要的是,十年前,也就是洪志十八年的那次会事,点中严松卷子,对其赞扬有加,并成为他老师的人,正是杨廷和。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有眼力的人,因为在十七年之后,也就是加进二年,他在电视当中还夸奖过另外一位兴科进士,断定此人必成大器,之后呢,还加以大力提拔。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,因为那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杰。 这个论资排辈啊,是官场里的优良传统,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,严松的境遇其实并不太好,所谓任你通天大财,只有推导重来。 他重新回到了朝中之后,先是进了汉林院,却只干了一个编秀,这是汉林院里的低级官员,干了一年多,也没混出什么来。 但是,人生总是充满惊喜的,在正德十三年,严松得到了一副美钗,什么美钗呀? 船纸,也就是传说中的钦差大人。 虽说这是个体力活儿吧,不过呢,能够到地方上去摆摆威风,混吃混喝,也算不错,要不怎么叫美钗呢? 于是,严松乐颠颠的就上路了。 然而事实证明,这次所谓的钦差,实际上是个苦钗。 严松十分尽责的完成了使命,然后一路挽回赶,但是上天似乎还没玩够,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,将严松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。 具体来说呀,当时严松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,时间正德十四年六月,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。 听到这儿啊,那位朋友可能说了,哎,这地方听着耳熟啊,哎,这说明啊,您的记忆力还真不错。 此时此地,除了严松之外,还有一位仁兄正在这闹腾一件大事呢。 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。 严松这运气啊,实在是不怎么好,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,偏偏赶上宁王叛乱。 哎,要是他来的巧,没准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勋甫打个照面。 不过呀,他既没有王勋甫的胆略,也没有棋牌令剑,于是只好就躲了起来。 那么,但凡是躲避战乱,也都有个时间限制。 这仗打完了,该干嘛就干嘛去了。 但是严松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了,他躲得比较彻底,京城也不去了,托人请了个假,直接就回了老家。 严松的行为要是放到今天,往小了说是胆小怕事,往大了讲那就是玩乎职守,犯罪啊。 这事要放在朱元璋手里,估计严松的人皮都晾干了。 可当时,朱浩赵先生没时间管这些事,他正忙着玩呢,严松何许人也,哪能劳他老人打架知道啊。 就这样,严松又开始了修养生活,但是上天还是注定要让他出场。 两年之后,又一个机会来了,朱浩赵先生驾崩,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。 在严松看来,报销国家的机会终于来了,于是正得十六年四月,严松正式进京,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。 严松再一次来到了京城,可是刚一进京,他就发现情况不得对。 于是,就去拜会老师杨廷和。 那杨廷和倒是还认识他,也打了招呼,可是呢,也没怎么理会他,搞得他是十分尴尬。 他心想,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? 严松纳闷了。 其实啊,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,他之所以不管严松,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,那就是和皇帝斗争。 严松啊,算是倒霉到家了,付出混得不好,船只遇到了宁王之乱,好不容易回到京城,又撞上了大礼仪事件。 这一年,严松已经41岁,前辈上级退休了,蓬辈的都升了官了,晚辈的又不买他的账。 他呀,成了个没人理,也没人管的累赘。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长时间,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没什么用,又榨不出什么油水,于是就安排他去了南京汉林院。 在当年啊,南京汉林院有个外号,叫鬼不理,您听清楚了啊,是鬼不理,不是狗不理,跟那包子没关系。 为什么叫鬼不理呢?说既没权又没权,穷得叮当响的这么一地方,连鬼都不愿意理他们。 可是严松没有办法,只好老老实实的去了南京。 但是他没有想到,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性命,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程。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,两个人就急匆匆的以相反的方向,从南京赶到北京,在京城掀起了一场凌厉无比的风暴。 这两个人呢,就是张聪和桂娥,轰轰烈烈的大礼仪斗争,就此进入了最高峰。 斗争的结果当然人尽皆知了,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当中,无数官员落马折腰,内阁全部被清洗,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。 要是这么一看呢,严松的运气还确实不错,出事的时候,他在南京,无门无派,无牵无挂,每天喝喝茶,谈谈京城的八卦新闻,这个日子也过得非常滋润。 哎,话虽这么说,但是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,毕竟他的杨廷和老师是斗争的失败者,他从中也捞不到任何的好处。 但是严松自己却很清楚,他飞黄腾达的时间到了,为什么呢?因为事情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,除了杨廷和老师之外,严松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,谁啊? 贵恶。 果然,不久之后,京城传来消息,严松由南京调回北京,连升三级,担任国子监的最高长官,纪九。 坎坎坷的人生,狡诈的官场改变了严松,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领悟到了成功的秘诀,就是要左右逢源。 无论什么时间,什么地点,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,绝不能压上所有的筹码。 当然了,这话不是严松说的,这是美国石油大亨乐科菲勒说的,咱们在这借用一下。 在这之后,严松的事业步入了黄金期,加进七年四月,他升任礼部右侍郎,加进十年九月,升任南京礼部上述,后又改任礼部上述。 严松向现实妥协了,他改变了自己,开始逢迎皇帝,阿谀奉承。 但这似乎也很正常,因为在朝廷当中,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,而是为了生存。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,严松先生仍然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,他虽然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大光彩,却也知道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。 在朝廷上呢,仍然直言不讳,毫无顾忌。 换句话说,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 那么到了加进十七年,这个原则终于被打破了。 加进十七年的七月,最麻烦的事情来了。 这个时候,距离大礼仪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。 这个该认的认了,该给的也给了,应该说加进先生应该满意了。 可是这位皇帝仁兄却是个得寸进尺的主,他突发奇想,又提出了新的要求。 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们支持的。 什么要求啊,加进皇帝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,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里头去,成为后来历代皇帝们朝拜的对象。 最后呢,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来一个封号,叫明瑞宗。 呃,这个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,叫称宗福庙。 这是一个极为无理的要求。 您想啊,一个没当过皇帝的人,怎么能够进入太庙呢? 还能够称为瑞宗呢? 先前啊,加进给自己争个爹,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,现在干出这种出格的事,那就属于贪得无厌了。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,却并不出声,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。 这个人呢,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。 很不幸,当时的礼部尚书正是严丰,这一下他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了。 如果赞成,就会被众人唾骂,但是如果反对呢,又会被皇帝处罚。 但是老江湖毕竟就是老江湖,严嵩开动脑筋,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书给皇帝。 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书啊,全篇共济洋洋洒洒千余文字,好像什么都说了,可仔细一看呢,又什么都没说。 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,如果换了别人,这篇文章或许能够蒙魂过关。 但是这次他遇到的是嘉靖皇帝,刚看完奏书,嘉靖就把严嵩给叫去了,并且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。 说你啊,严嵩,你是骑墙啊,滑头啊,两头逃好了你。 满头大汗的严嵩,狼狈的逃离了这个可怕的人。 他终于意识到,在这个人面前,天下无非两种人而已,一种是支持他的,另一种就是反对他的。 除此之外,没有第三条出路,于是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 一,原则,二,利益。 那么到底还是选原则呢,还是选利益呢? 严嵩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。 他呀,不想再折腾下去了。 这一年他都58岁了,吃了太多的苦,受了太多的累。 那么利益就是他现在所追求的全部,原则值多少钱一斤呢? 就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,严嵩挥笔写下了《庆云诵》和《大理告成诵》,以纪念嘉靖皇帝的英明决策。 三十年的文学功底,最终转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。 这一下家境终于满意了,他已经确定, 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自己言听计从,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。 很快,严嵩这一举动在朝廷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,指责声,谩骂声是铺天盖地而来,鱼音绕梁,三十日也没绝。 但严嵩并不在乎,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, 只要能够飞黄腾达,慰藉人臣,我就可以不择手段。 我也可以背叛所有的人,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。 所谓大彻大悟的严嵩,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。 但很快他就发现,要达成自己的企图,就必须要清除一个障碍,谁啊?夏炎。 相对来讲,夏炎是一个不太听话的下属,他会经常反驳上级意见,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,让皇上难堪。 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,有原则的人。 那么不要脸的严嵩准备除掉要脸的夏炎,这似乎并不困难。 但在实际操作中,严嵩才发现,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因为夏炎先生还有着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。 那么夏炎到底比他强在什么地方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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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